大家好,我是周庭 之前在IG story收集了很多大家對我Youtube的意見 發現很多人都對我的多倫多生活很有興趣 所以這條片就想跟大家介紹我的多倫多生活 順便跟大家介紹幾樣生活法寶 有興趣的就繼續看下去啦 首先要在這裡多謝大家對我Youtube的支持 只是出了一條片已經得到這麼多朋友的支持 說真的,我自己都是受寵若驚 但亦都是鼓勵我要繼續努力出多些片給大家看 雖然我之前在IG story和Youtube的社群都有提過 但都要不厭其煩地提提大家 就是記得要安全至上 以及看清楚你們的Youtube account 即是你們的Google account的保安和私隱設定 不要暴露你們任何的個人資料 包括你們的真實姓名 最好就設定一個夠長又夠複雜的密碼 有這個雙重認證2FA就更加安全了 我以前都出過三條片 是講關於網絡和資訊安全的 如果大家想重溫 都可以看我的playlist 好,回到正題了 我去年9月中已經來到多倫多 說這麼快就已經半年了 整體上我覺得自己很快就適應了這裡的生活 還有我覺得自己的適應能力都是比較強的 不過這條片都想跟大家說說幾樣 我覺得多倫多和香港很不同的地方 第一樣一定要說的就是天氣 我自己不算是一個很怕冷的人 當然加拿大是一個天氣冷的國家 但可能因為今年的冬天是一個暖冬 是說去年12月都沒有下雪 所以我暫時就沒有很冷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跟我一樣 在室外是不怕冷的 去到室內回到家才怕冷的呢 加上我是不喜歡下雨的 所以整體我覺得多倫多這個又冷又乾燥的天氣 我也是挺喜歡的 我是挺喜歡多倫多的冬天的 加拿大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所以不同地方的溫差都可以很大 就好像今年的冬天 Calgary加上Wind chill是可以去到-50度 但我暫時就沒有去過多倫多以外的加拿大的城市 希望將來有機會去的話 再分享給大家聽我的感受 而在多倫多這個又冷又乾燥的天氣 有幾樣法寶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的 首先第一樣就是 我先拿它出來 就是這個 Headphone 我以前在香港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個Headphone 普通藍牙的E-Box我就有 但Headphone我從來都沒有擁有過 這個Headphone是我去年Black Friday的時候在這裡買的 為什麼說Headphone在這裡那麼重要呢 因為這裡不單止是冷 而且經常都很大風 天氣冷了加上大風 當然是冷上加冷 耳朵就會很冷 有很多人會選擇買保護耳朵的暖的 那些叫什麼名字? 耳... 就讓我保暖 冬天很冷的時候 通常我就會穿著一件有帽子的羽絨 然後戴帽子 再戴這個Headphone 第二樣很重要的法寶就是這個 喳喳 一個項套 這個是我在Costco買的 話說來到多倫多之後 我是從來都沒有擁過項巾 在冬天很冷的時候 已經穿著一件很厚重的大褲子 我覺得再要藍項巾就有一種好行動 不方便的感覺 除而代之我就買了這個項套 在項需要保暖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戴著它 現在不戴了 頭會弄亂 A few moments later 都是戴給大家看 當東西很冷的時候 我就會戴在項上 是 它有一樣東西非常方便 就是如果你的臉也很冷 就可以這樣戴著臉 那就超級暖 我的頭都暖了 第三樣法寶就厲害了 就是這個 是我的面膜箱 我以前是一個很難護膚的人 尤其是去年我的抑鬱症很嚴重 所以根本完全沒有心機 做那麼多護膚程序 或者敷面膜 但是來到多倫多之後 一來我的心情比以前好 二來這裡的天氣真的很乾燥 再加上開暖氣就更加乾燥 所以我現在都是很勤力做護膚 以及很勤力敷面膜 應該每三至四天我就會敷一次面膜 這裡很多面膜都是我在香港帶過來的 因為我還在香港的時候很擔心加拿大這裡的護膚品 或者面膜會很貴 所以我在香港就帶了很多過來 很多都是一些日本、韓國、台灣牌子的面膜 有paper mask 也有清潔用的一些泥膜 之後我用完這一堆香港帶來的護膚品之後 我都會嘗試在多倫多買一下這裡的人喜歡用的護膚品 之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面對這個這麼冷的天氣 我在多倫多有一件很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就是 就是這個了 紅棗茶和薑茶 這兩盒茶是我在這裡的亞洲超市或者韓國超市買的 大家看到這盒紅棗茶是特價的時候買的 3.99元 我一看到特價就立刻毫不猶豫買了回家 紅棗茶和薑茶都不用多說 就是保暖的重要物品 有時冬天在家人真的覺得很冷的時候 或者不是很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沖一下紅棗茶或者薑茶去喝 尤其來到多倫多 沒有以前在香港那麼方便 不是說你下樓下就很容易可以買到一些 養生湯水或者養生食品 所以這一類的飲品 通常我都會有多少少的庫存在家 我不舒服或者很冷的時候就可以拿來喝了 今天很多朋友問我來到多倫多 一個人住有沒有不習慣不適應的地方 關於一個人住我就完全沒有不適應的 有一件事一直都沒有機會跟大家說 就是其實前幾年我在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人住的 我是一個人住一些在唐樓湯出來的一些單位 我以前住的地方就是在百多尺的一個地方 我是一個很享受一個人住的人 因為我很喜歡有自己一個人的空間和節奏 來到多倫多當然不會再找到百多尺的單位 所以都很幸運地現在住的地方 比以前在香港的時候住的地方大一點 亦都給我多了空間去擺一些自己喜歡的擺設 令到我家有更加多家的感覺 來到多倫多之後 多了一件事我在家經常做的就是 就是燒香燻蠟燭和香 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香味的人 但是在香港的時候 因為住的地方很小 燒蠟燭會很危險 所以我很少做這個動作 但是來到之後有多一點的生活空間 我就終於有一些空間 去令到我家裡有一種我喜歡的香味 這兩個蠟燭是我在多倫多買的 一個就是Sea Salt Grape Fruit 一個就是Wild Mint and Ivy 另外這個就是朋友送給我的Jo Malone 其實是因為我已經燒完另一盒一模一樣的味 這個味道是我在Jo Malone裡面最喜歡的 它是Wood Sage and Sea Salt 又是Sea Salt 我很喜歡蠟燭有一種森林或者木 或者蟾的這一類味道 除了蠟燭之外 香也是我很喜歡的東西 這個香是以前有朋友送給我的 它應該是在日本買的 它是櫻花味的香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的 來到加拿大之後 有一件事我比以前改變了很多 就是我沒有那麼不喜歡洗碗了 我不知道大家在香港的家是怎樣的 我以前的家的洗手盆就不會出熱水的 當我要洗一些很油膩的碗碟 或者沙煲冷餐的時候 就要洗很久又或者洗都洗不乾淨 令到我覺得洗碗很麻煩 還有很浪費時間 來到之後 當然每一個水龍頭都會出熱水 洗碗變得快了很多 也都乾淨了很多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會用洗碗碟機的 但是因為我一個人住根本沒有那麼多碗碟 還有我都想節省一下電費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用過洗碗碟機 都是用手洗的 第三樣我要說的東西就是交通 多倫多的交通當然沒有香港那麼方便 不是說一搭車就可以點對點去到目的地的門口 通常就算你有車搭 都還要走很大段路才去到 因為北美整體都是一個很依賴開車的地方 好像我這些未有加拿大車牌 未懂得開車的人來說 其實都真的不太方便 但我都希望可以盡快在這裡考到車牌 最主要原因都是我冷水 去到今天都未考不試 其實我是有香港的P牌 我是在來之前幾個月考到的 但P牌在加拿大就是Nuffing 所以來到我都是要由頭學過和考過 但反過來看有件事好的 就是我比以前走多了很多路 尤其在去年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我是很少很少很少出門口 根本就沒有機會走路 每一天都是屈在家裡 但來到之後 無論是去超級市場 還是上學都避不開要走路 所以我比以前 叫做 動得多了 走得多了路 最後一件我想說的東西 是在這麼多東西之中 我叫做是 還未很適應到的 就是一些科技相關的問題 我來到多倫多之後 很深感受的一件事 就是覺得這裡 跟科技相關的東西 不是特別好方便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不幸運 我經常在online shopping的時候 都會遇上網站是有BUG 或者app是有BUG 最後我就要打回他的customer service 又要跟他談一輪 又要問他可不可以退錢 又或者又要跟他重新落單 所以我覺得來到多倫多 或者加拿大生活 可能不要這麼依賴 app會比較好 不知道有沒有都是住在加拿大的朋友 有類似的經驗 都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我分享一下 以上就是我來到多倫多半年的一些感受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Subscribe旁邊的鈴 你就不會錯過了 下次的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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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穿上了我的羽絨 冬天因為很冷 我就會戴著我的耳機 然後再戴著帽子 再拉下來 這樣就可以很亂了 好 摔完筆 來吧 IF F 谢谢大家